28 題 將甲乙兩燈泡連接成如右圖的電路 兩燈泡皆能正常發光且都遵守歐姆定律 以致甲燈泡的電阻小於乙燈泡 有關於流金兩燈泡的電流及兩燈泡的電壓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到甲乙兩個燈泡是串聯 串聯的時候呢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 大家電流都相同 所以電流方面呢 應該會甲等於乙 那麼因為呢 我們的電流一樣 而甲燈泡的電阻比較小 所以它損耗的能量比較少 所以兩段電位差會比較小 所以對電壓來講呢 應該是呢 甲呢 會小於乙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有關於流金兩燈泡的電流及兩燈泡的電壓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A 電流 甲等於乙